编证案 影响深夜的伟大实践 中国网财经联卖今月头条 共同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共同记录这个伟大时代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国务院参事室 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佳宁 看看他对改革开放 发表了什么看法 作者魏佳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40年来 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在这40年里 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总结和反思 那么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 首先是制度 是制度改革 一 制度改革最为重要国与国之间竞争 比拼的到底是什么 既不是国土面积 也不是人口规模 更不是经济实力 而是制度 是制度效率 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发生了 而在 同盟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周星国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在于同盟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明显均留于周星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在周星国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制度下 法西斯所代表的的独裁统治 分配效率低下 因此已有的资源总是不够容 于是就需要不断的通过向外侵略扩张 来获取新的资源 然而 由于侵略扩张之后所带来的维持成本更高 因此就需要掠夺更多的新资源 又不得不继续新的侵略扩张 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成本大于收益 收不抵制 与此相反 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国家 主要以市场调节分配 前苏联虽然是计划经济 但与周星国的管制经济相比还是要好一些 资源的配置效率 使用效率和分配效率都要远高于周星国国家 因此应对战争的经济资源就能够像泉水一样不断涌现出来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更值得一提的是 周星国国家的人口种族政策 尤其是德国 令许多优秀人才被纳粹制度所不容 分分逃往国外 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 政治制度包容性很强 便吸纳了许多从德国流出来的优秀人才 从而对日后同盟国战胜 周星国 打下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基础 改革开放以前 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 走过了一段弯路 付出了巨大代价 自从1978年11届三中全会 开启改革开放竞争以后 我国逐步引入了市场经济要素 从与计划通领协调各项经济的政策演变 到通过产业政策 来协调通领各项经济的政策 这明显是一大进步 由于不断引入市场机制 制度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40年来的经验来看 制度改革是40年经济 快速发展 主要的动力源泉之一 二,决策制度是重中之重 再进一步讲 制度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制度 比如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财政制度 金融制度等等 那么 在各种制度之中 哪一种制度最为重要呢? 我以为 决策机制是重中之重 仍以二战为力 美国人之所以能够抢赛德国人 之前制造出原子弹来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的决策机制 使得科学家们的正确意见 能够及时的传递到美国总统那里 尽管也费了一番周折 但总统还是及时采纳了科学家的建议 最终赶在轴心国前面制造出了原子弹 之前结束了战争 而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决策机制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央领导从80年代 就提出要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 于是 治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特别是成立了国家提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这样两个规模不大 人数不多 没有任何审批权 没有任何部门利益的政策研究机构 一个重点研究代革 一个重点研究发展 当然有时也有交叉 也有竞争 除了这样两个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政策研究机构以外 各个部门也都成立了自己的政策研究室 各个省市也都设立 有格子的研究室或研究中心 政策出台前 大都需要经过这些研究机构的反复研究和评估论证 因此决策的科学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三,决策制度理 纠错机制又是重中置重 决策制度如此重要 那么决策制度里面又是什么最为重要呢 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纠错机制 改革开放后 中国发生了变化 形成了纠错机制 对于纠错机制而言 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信息渠道必须是通畅的 信息传导机制必须是健全的 决策者要能够及时掌握正确的信息 及时发现描头性错误 才有可能及时改正错误 这就要求尽可能缩短信息传递的链条 减少传递的环节 以防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录损或失真 最可怕的是 信息传递链条过长 传递环节过多 层层报喜不报丢 层层信息打折扣 这是信息被有意无意的隐藏起来 使得决策者成为龙子和瞎子 使决策变成盲目决策 按照控制论的原理 当大船本身已经偏离航线时 如果反馈信号仍然显示航行正常 就会造成驾驶员的误判 最终导致大船撞上冰山 所以 根据危机管理理论 一旦发生危机 就说明现有信息渠道出了问题 信息被阻塞 只有掌握真实情况 才可能稍犯错误 不犯错误 4.实现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 经济增长的理性循环 中国改革开放 还有一条基本经验 规律就是 每当我们遇到经济困难 遇到经济危机时 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 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 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 其实思想解放就是为了发现问题 纠正错误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 是在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当时围绕着实践式 见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 什么连产承包 经济特区 吸引外资 这些文革时期联想都不敢想 说都不敢说的事情 到了八十年代就真的在做了 以至于八十年代里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甚至出现了两次经济过热 第二次思想解放 是在九十年代初 当时围绕着性资性设的问题 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 从而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升温 以至于1993年不得不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来抑制经济过热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在九十年代末 在外部亚洲金融危机愈演愈烈 国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 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 在这种背景下 温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力大于弊 还是必大于力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于是中国政府抓住机遇 果断推动入师谈判进程 大力推动国企改革 金融改革以及住房制度改革 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从而带来了本世纪出头几年的新一轮经济 快速增长 如今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23日在一次会议上强调 要思想在解放 改革在深入 工作在抓实 如果我们能够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真正开启新的一轮思想解放 就能够带来新的一轮改革 开放 从而带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 那么 中国经济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台阶 实现中高速 迈上中高端 早日实现国民经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务院参事是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为佳宁 责任编辑 经营